恩女移动,一个传达祝福的流动平台 一点鼓励,一点关怀,一点安慰,随传随到 快点来扫一扫这个QR Code 下载最新推出的恩女移动Apps 免费领取迎新礼品吧 他爸爸是一位画家 我爸爸在香港的时候就开过很多的画展 他是享誉国际的画家 他跟太太致力抱层爸爸的一作 这些框架全是当时与太太两个人一起 决定是如何搭配的 油漆脱落了,我也不懂得如何处理 那有些细小的地方我就自己去修补了 想不到太太突然患病 哇,她整个人就像喝醉酒一样 一眩晕就要倒下来 我就立刻冲上去接住她 那救护车来了 抢救了大约一个半小时 还是救不回来 这个用木栏围绕住的地方 早在1923年 已经被加拿大政府列为国家历史古迹 沿着入口进入这个古迹 眼前白色的小屋是一个历史建筑 是在19世纪初遗留至今 而其他建筑物都是后期改建 或加建的房古建筑 这里就是位于温哥华以东60公里的 蓝利堡国家历史古迹 蓝利堡国家历史古迹不但将19世纪初一个售卖皮草 鲑鱼和小红梅的贸易战重现 而且这间大屋更是卑诗省在1858年宣布成为英国殖民地的地方 这里的讲解员穿着19世纪的衣饰 而且重现昔日的生活 这些安排都见证着加拿大政府 致力保留这一段历史所做出的努力 同样的 现居温哥华的香港移民黄建生 Colin为了保存和推广爸爸生前的作品 也不遗余力 我爸爸的油画 大概是约有340到50张 那我是没有正式数过的 它的这个素描有一千多张 那我就一直在这个处理 那刚开始我翻出来的时候 特别是素描就像这个废纸一样的 那我就逐一的将它们都装上这个框架 那这些油画 本来我从香港运过来的时候 是没有框架的 那这些框架全是在这里 当时呢跟太太 这两个人一起决定如何来配搭 我爸爸在香港的时候啊 就开过很多的画展 我记得1964年呢 爸爸在香港大会堂啊 开了第一次的个人的画展 那我帮爸爸把画都搬到这个货车上啊 还送了一百多幅的画去开这个画展 黄健生的爸爸是黄庆德先生 他除了是香港著名的画家之外 也是虔诚的基督徒 耶稣背着十字架 你看这个耶稣有点像亚洲人啊 画出来有点像亚洲味啊 那还有这里是有些 这个跟圣经有关的 他的这个艺术啊 是神的恩赐啊 那所以啊 我就身为长子呢 看见这些神的恩赐啊 我要有所作为 那这个办公室以前的是船公司啊 2010年开始呢 这个船物啊 就开始走下坡了 本来我打算这个船公司结束之后呢 就把办公室卖掉 不料呢 就看见这些神的恩赐啊 就把这个爸爸的画呀 从家里啊 搬到这里来处理啊 一路呢 就再配这个框架 那这个配完之后呢 就大部分都是放在这里 大约四分之一就搬 就搬回家里去 Colin的心呢 是很渴望 为爸爸做这件事 因为他爸爸 以前是在香港 特别是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呢 是著名的画家 而且画那一类型呢 印象派的画家 很少有中国人 他是享誉国际的画家 黄建生除了将爸爸的作品 配上画框 以及将办公室改成画廊之外 他还出版画册 举办画展和义卖活动 那开过几次的画展啊 都是帮一些这个机构啊 一幅画要卖几万块加币啊 那其实我爸爸黄庆德是谁呀 他们都不知道啊 那现在呢 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啊 就没有办画展了 那一旦搬动那些画啊 多数的这个帆布上的这个油漆 就脱落了 我也不知道如何处理啊 那有些这个细微的这个脱落 我自己就能修补 那我想如果这样搬来搬去就 那就 就不值得啊 忽然间呢就有想法啊 哎将来用视像的形式来拍卖了 他完全没打算有收益 如果以出版的角度来说呢 阳哥来说 我觉得是很傻的 他做的事情呢 是花钱验之后送给人 让人认识 他完全没有想过有任何收益 如果有人需要这些画呢 或者有些画他愿意捐出来呢 收益也是捐给教会的 为福音工作所用 这个做法呢 我真的很佩服 成长在一个基督化家庭的黄建生 从小就去教会 他在上海出生 七岁的时候移居香港 跟家人仍然到教会聚会 但是那个时候 年轻贪玩的他 对信仰不是太认真 啊 星期天啊 为了做给我爸爸妈妈看呢 这个心呢 总是在外边 另外一些时间呢 就跟一群年轻的朋友 去出外啊 你知道年轻人呢 喜欢跟年轻人 就混在一块啊 那我的妹妹呢 就在教会里边 是青年团契的团长 直到她呀 这个1969年 到美国读大学 那才来啊 这个邀请我参加 这个青年的这个团契啊 那这才开始啊 参加这个青年团契 看见那群的 这个年轻人啊 与我在外边 交往的这些朋友 截然不同啊 很有爱心啊 大家充满喜乐啊 就吸引我开始 就参加青年团契了 然后呢 我的弟弟呢 就被选做团长 那时候开始呢 就跟教会接触 是比较紧密了 自从对信仰 开始有所追求 黄健生就经历到 上帝在他生命中的带领 在工作方面 他本来在法国新闻社 当夜班 透过教会朋友的介绍 他有机会进入传公司工作 有一个弟兄啊 欧阳先生啊 他跟我爸爸是很熟络的 他在传公司工作 他有一位同事呢 要就到别的公司去 要他的同事就声明 要找一个基督徒的 年轻人来工作 他知道欧阳先生也是 这个基督徒啊 他说 你帮我找一个基督徒的 年轻人 我们在同一间教会 他就看中了我 他说 你在法国新闻社工作 常常要深夜上班 你想不想 就去换一份工作呀 想不想事啊 那我就考虑之后 诶 可以转回正常的生活 白天工作 那就 所以就 就 试一试了 除了找到 较理想的工作之外 上帝也带领 谎建生 认识到他的另一半 他为什么会与我认识呢 就是 我的表伯啊 就是我爸爸的表哥呀 是他家的家庭中医 说到这件事也是神的带领啊 真的是不简单呢 我爸爸和他的表哥呢 已经很多年不见了 以前呢 我爸爸那一系的这个家庭问题啊 我爸爸就想起 诶 这是我的表哥 我们这么多年都没见了 不理这个其他的家庭成员如何想啊 那我是基督徒 我一定要见我的表哥 那在197年的时候呢 我爸爸决定啊 就跟我妈妈去探望我表伯 当时啊 我已经在船公司工作了 表伯打电话给我 诶 当时是刚过春节哦 就忘了是哪一天了啊 他说 侄儿啊 你下班后来 就过来吃饭咯 当时呢 我已经是大约24岁左右啊 我这个表伯见到我就说 诶 我有一个 这个女孩子介绍给你啊 说的就是我的这个太太Ruby啊 那当时我觉得 诶 我已经有一群一起玩的这个朋友啊 就不需要你再这个介绍给我啊 后来呢 给我看他的黑白照片 我根本没有兴趣的啊 原来照片与真人是两回事 黄建生跟太太一见钟情 认识了三个月之后就步入教堂 而在事业方面 他也从普通职员晋升到管理财物 到了1984年 一家人移居加拿大的温哥华 跟早前已经移民的父母和弟弟团聚 来到这里啊 我与这个弟弟啊 和这个两个儿子啊 就一起这个开这个模型店啊 开了很多间的模型店 开了很多这么多间的话呢 才发觉原来我们的收入啊 是不能养活两个家庭 只能是养活啊 这一个半的家庭 这个收入啊 就不是太稳定啊 没想到1992年呢 啊 这个船公司在 这个日本的大老板的 他的儿子呢 就从日本啊 就过来了啊 我跟他也都很熟的 在香港的时候呢 也有跟他这个接触过的 他在1991年的时候呢 就联络我 表示呢 要到温哥华去来开一间 同类型的这个船物公司啊 所以呢 他就想起了 哎 那这个职员从前是管理财务的 要找他来这个帮忙啊 因为管理财务呢 就要找一个可靠的啊 那这样才就想起我了 就专程过来温哥华 就来邀请我 准备在这里开这个船公司 昔日透过教会朋友的介绍 入职船公司 想不到移民温哥华之后 可以重操雇业 可惜当事业稳定下来的时候 太太竟然患上怪病 他呀 在2003年开始呢 就感染这个细菌 当时呢 应该是在游泳池那里啊 就接受到一些的这个细菌 洗澡的时候就突然的晕倒了啊 那后来看医生的话呢 也都查不出什么来 但突然的又晕倒啊 所以在医院住了整整的八个星期 我三个医生轮流检查 也都查不出来 后来就去到这个VGH 温哥华综合医院 有三十多个医生 一起开会研究啊 也查不出来 所以啊 八个星期之后呢 他们就也放弃了 细菌也都消失了 还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把他就交给我啊 但是他整个人呢 就像喝醉酒一样 也不知道怎么样办啊 他能说话 但是呢 说些这个不相关的事 不大明白他在说什么 所以呢 我就叫小儿子啊 到这个传公司帮忙 我大部分时间呢 就照顾我太太了 最后 医生诊断 他太太是患上脑膜炎 影响他的记忆 思想和行为 黄健生要照顾患病的太太 一点也不容易 他经常啊 是白天睡觉 当时两个儿子 还没有结婚 跟我们一起住啊 他半夜去敲他们的门啊 我就要拉着他呀 把儿子白天要上学上班啊 所以呢 我就一直拉着他 就像这个摔跤一样啊 要按着他也都很辛苦 也都撑了一段时间呢 大家都很惊讶 都是 心里都是 感到很难过这样 也在祷告中 纪念他们 主要是靠 Colin和他的两个儿子 一起来帮助Luby 我知道他带他到美国 去针灸 看看在中药方面 有什么能够帮助的 为了专心照顾太太 黄健生开始减少工作量 除了在2010年 结束船公司的业务之外 他也卖出多年来 购置的房产 就在我还没移民之前 那就已经 与我弟弟有合作啊 那当时啊 我跟我弟弟就 一起这个投资 买房子出租啊 最后买到 第这个差不多 第八九间的 投资的物业了 那我要这个全时间 照顾我太太哦 我忽然间就想起啊 我在结婚台前 对神的承诺啊 说得出 当然要做得到才行 对吧 那你也知道 在这里这房子 粗粗的话 如果有什么小问题 就要立刻去处理啊 看见Colin 一直很照顾太太 你想想 一个人好端端的 跟你生活那么多年 现在什么都见不起 对于一个丈夫来说呢 那个感受 真的很难受的 但是他仍然对太太 不离不弃 另一个对太太 不离不弃的原因 是因为太太 本来生于富裕之家 有佣人 司机俯视 但是却愿意照顾 黄健生 分别患上肠癌 和中风的爸爸妈妈 我一边照顾我的太太 我就想起我太太 以前是如何照顾 我的爸爸妈妈 帮我妈妈洗澡 我妈妈半边身 是不能动的 那我爸爸呢 要上厕所 要帮他这个脱衣服 要帮他清理这个会晤 我跟他一起帮忙 那些臭味 我都受不了 我说太太 我先出去了 那我就溜走了 所以我想起这些情景 我一定要 要照顾我太太 凭着黄健生的悉心照料 太太的情况 开始有进步 当病情稳定下来之后 两夫妻每天游泳 散步 做运动 过着悠闲 安舒的生活 直到2019年 一次散步的时候 他走得比我还快 就快几步 我一路跟着他 那就突然间的 所以他一眩晕 就要倒下来 那我就立刻冲上去 接住他 那就刚好有 其他的路人经过 他们懂得急救 就立刻替他急救 和打这个911 叫救护车过来 救了大约一个半小时 还是救不回来 我也不知道 是什么原因 知道大约是跟 这个心跳有关 当时我也都很平静 交托给神 我也不懂得急救 就将所有的 叫托给神 就看着天 就看着我太太 太太突然离开 黄健生也又 埋怨上帝 但是当他静下来 反思的时候 就发现 原来太太 比他早回天家 其实是一个祝福 起初我也有点担心的 为什么呢 我担心神先接走我呀 那么我太太怎么办呢 谁来照顾她呀 我也不想麻烦两个儿子 所以就想到这一点 真的是要感恩 神的恩典真的够我们用 我相信 你对神的投诉 神始终会饶恕你 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妻子离去 对他真是非常沉重的打击 但是我看见他仍然非常依靠神 我对他的看法 觉得他仍有平安的 走出哀伤之后 黄健生继续整理 出版和展出爸爸的遗作 努力完成他跟太太的信愿 我在家里处理我爸爸的话 我太太离开之后 我仍然继续做的 那早一阵子听见一个 现在已经回天家去的传道人说 你的工作还没做完 那什么时候做完呢 神要你什么时候闭上眼睛 回天家的那一天 你就正式的做完了 相等于我爸爸画的那些画呀 起初他这一边画一边改 一幅画要这个一个多月两个月 才能完成 他告诉你啊 这画什么时候才能正式完成呢 等我回天家那一天 之后这些画不能再改了 就完成了 所以同样的道理啊 感谢神现在要继续的努力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向着主的标杆直跑啊 欢呼世间多封烟 唯有他的恩典不间断 从没有缘 长夜中还着我手 共含痛到每天 陈世总是多封烟 仍能坏着信念 勇言奔切 愿总赞他的恩惠大爱 全留在西美边 用我将唏嘘巧合 求尽主的风俗 恩惠我 想尽主爱 全中主信实应 他仍然存在永迷变改 忘记昨天的悲哀 遥看前路 只盼望 仍珍爱 就让我将一生也奉上 全阳上带 带我 从爸爸的画作 到自己的事业以及婚姻 黄健生在生命中 处处都体会到上帝的恩典 虽然已经是古兮之年 但他仍然活得积极 充满使命感 你的人生 也都可以经历 上帝的恩典和带领 只要你愿意接受 耶稣基督 作为你的救助 多谢大家收看恩与之声 如果想更多了解 这个节目 欢迎打来我们的热线电话 31064444 或浏览我们的节目网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之声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之声